娱乐中心综合报道郭子瑜 图翻设字郭子瑜为 中国男星李易峰被卷进嫖娼丑闻 11日传出遭到经警方拘留的消息 除了李易峰本身人设崩坏外 也有不少人卷入此事事件之中 其中热度相高的人物之一 就是宣称是李易峰前女友的网郭子瑜 由于嫖娼这件丑闻的爆发 让不少网友设郭子瑜可能染伤性病 对此他也做了检查 自辟谣郭子瑜曝光了性病检验的结果 图翻设字子瑜微博 郭子瑜稍早在微博发文 曝光了自己往浙江大学医院检验性病的过程 并拍下了结与单据 甚至是看诊的医师作为证据 他在文中下医院名字医生也有 我真的怕你们说屁图我没HIV 没有MD 郭子瑜更感慨的说什么都不重要 健康真很重要 郭子瑜也在留言区写道 闭个瑶不是医人说问我有MD 我去查从头到尾按时间排医院名 二维码都在 那个女的一直在说我没毒 我天天查局跑我赶早拿着手机一路拍下来 二维码在 愿在他造谣我得屁谣啊 不过仍有部分网友提质疑 包含快公开与李易峰的照片啊 幻想做李峰的女朋友 幻想出病来了 一天天发些有根没 真服了 我们想看到的不是这个 也有网友笑称遇到的是一个大炸弹啊